肩痛臂 重心左移 丁右腳 左手保護手肘 翻掌 出後腳 然後好像拿著一塊塊石頭 拉到頭頂 變成公布 重心前移 丁步 出左腳 開兩掌 重心前移 兩手在這裡上撐 變成公布 收 呼 肩痛臂 重心左移 丁右腳 左手保護手肘 翻掌 出右腳 重心右移 好像拿著大石頭上頭頂 保護頭 上前 丁步 出左腳 打開兩掌 兩手向前撐 攻步 收 呼 肩痛致 肩痛臂 重心左移 重心左移 丁右腳 右腳 左手保護手肘 左手保護手肘 翻掌 出右腳 右手 右手 右手好像大石頭一樣 拉上到頭頂 保護頭 然後上前兵步 出左腳 打開兩掌 重心前移 攻步 兩手向上撐 上 上 上 腹 肩痛臂股 肩痛臂股 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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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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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通臂的勁 很明顯現在我的重心是在右腳 叮腳是虛步 現在我要轉腳 把重量放在左腳 然後叮右腳 因為我要出右腳 在這個時間 我們的左手 保護右手肘和翻掌 這個很重要 然後我們出右腳 這個位置 我們就好像拿著大石頭一樣 拉它上頭頂 這個動作的力量是十分大的 你留心 就是 你看到我的背脊 我的腳 我的背脊 連到我的右手 是成一個弧線的 在這個時刻 我就靠腰和腰的力量 因為這裏有一個彈徑 在這裏 拉一拉上去 然後轉變為公步 前七 後三 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順便頂部 就是虛步 然後轉方向 我們左腳 就要向前出 然後兩手 就向上撐 又是公步 兩手向上撐 是用來擋住人的大腳 或者大腳 比如說人家 用一拳這樣 打下來 那你就可以用 剛才那個 公步 再兩隻手 向前撐住 我們保護自己 或者人家用大腳 即是 飛身地 踢過來 最好 避得就避 避不了 你要擋的話 你就用公步 兩隻手 這兩個 是有棚勁在這裏 不是伸直的 是曲的 是小小曲的 那這個 才有發那個勁 那用勁就不用力 那變了 當你的力 就會經過你的骨架 就傳了到地 就不會傷到你的筋骨 那這個就是勁的運用 那我再來示範多一次 那這個就是海底針 上前針步 上前針步 然後翻腳 保護手肘 出右腳 然後拉它上來 順勢 釘步 出左腳 兩手向前撐 好 吐 吐露呼吸 百勁 腳 踢 腳 腳 踢 腳 踢 腳 腳 踢 踢 踢 腳 踢 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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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 变通北 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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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